大家好,我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Roger 我的中文名叫赵丽萍 这个名字呢,是我当初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我的老师给我取的 我今年三十岁 我旁边呢,就是我妻子Rika 还有我的儿子Rion 他们俩也都有中文名字 我的妻子叫李谦 还有我的儿子叫聪聪 我和我妻子都是阎山大学的博士生 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做研究 我研究的就是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 我们没有学习的时候 就是经常去体验一些中国传统的艺术 或者是文化 比如说茶艺啊 还有武术啊 皮宁啊 这些之类的都是特别有意思 我第一年来中国的时候 当时也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 当时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 还有老师一起吃年夜饭 当时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老师给每个同学发了亚岁钱 大家就非常开心 后来过了春节就是学了中国的一些习俗 然后做饭呀饺子呀都有 然后晚上一起看了春晚 特别有趣 给孩子压催钱 给孩子祝福就是在这一年要健康平安 元宵节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元宵节之间我们会去看花灯 我们也会自己报元宵 然后一起吃团圆的 来到了中国七年了 我们也去了好多地方 比如说我们去过西安 我们去了兵马俑 看到了兵马俑之后 兵马俑就像火人一样排排非常美观 然后去了老龙头沿着海风情也特别好 当城长的时候感觉就是修了这个城长的 来代表中国就是人民的一些智慧和精神 将来呢我们打算就是到中国各地来转一转 要感受就是中国的一些城市的风土人情 然后了解他们的文化 我来到了中国已经七年了 在这里也认识了好多朋友 所以正这个元宵节的到来 我在这里给大家张一首我的好兄弟 献给我所有的朋友 在你辉煌的时刻 让我为你唱首歌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前往大路一起走 哪怕是和一起过 哭的烈点 又能算什么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来陪你一起度过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业 我让你感到小但他收拾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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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